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,香港的口罩需求量大增,由于目前香港本地最大规模的口罩生产厂位于罗湖成教所,疫情爆发初期,特区政府成教署署长胡英明便亲自统筹,大力增加口罩产量,希望将每月110万个口罩产量增至约250万个。 现年55岁的胡英明表示,令他感动的是,成教人员、在求人士和社会上的义工纷纷参与到生产口罩的工作中,他们不辞辛苦,无私奉献。 胡英明形容他们像天使,他也为义工提供专车接送,为半夜工作的在求人士安排指定休闲区等,尽力做好安排。 成教署也会举行简单的庆祝活动,营造积极向上的气氛。 胡英明表示,目前罗湖城教所的口罩产量, 已可达到约每月400万个,希望未来还能取得更大突破。 胡英明也很重视防止疫情在成教院所内扩散的工作。 成教署近期引入防疫科技仪器,如喷雾消毒机、紫外线消毒机器人等, 强化消毒及检测工作,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和健康。 怎样令到这些病毒尽量不可以在里面传播呢? 那我就自己和自己说,我们应该给同事和在产人士一个心,一个安心。 那怎样令到他们安心呢? 我就用回我们自己可以的能力范围之内, 在全球买到的什么防毒,防疫装备也好, 或者是消毒装备都,我尽量可以买,我买回来用。 胡英明表示,面对疫情,他的立场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, 不给特区政府增添负担,拆除任何有可能爆发的隐形炸弹, 守好香港疫情的防线。 2020年是香港成教署成立100周年, 结合香港社会近一年来经历的风波, 胡英明坦言,成教署的工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。 他强调,香港是法治社会, 任何人违法都要承担法律责任, 成教署有始至终,依法办事,则无旁贷。 这份工作很难续,但很有意义的。 你想想,如果我们不坚守着 整个香港社会刑事司法体的最后一環, 如果没有人害怕坐牢,就会失败的了。 我们要守着这个防线, 但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冲破这件事, 这是我的责任, 请教署的责任,请教署的责任。